佛陀不是上帝的化身 佛陀从来没有宣称 祂是上帝的儿子 或者是上帝的侍者 佛陀不是世界上任何神的化身 也不是过去佛的化身 很多佛弟子好像有一种错误的观念 以为同一样的佛 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于人间 事实上并不一样 一个人他出现于世间 跟佛陀一样 任何人可以成佛 但是首先 他必须开展和持有必定的资格和恩怨 这些资格和恩怨 必定是多生多劫 收集而完成的 在印度 一些正统派别的人 吸收了佛教思想 他们相信佛陀是他们的神的化身 虽然佛教徒相信佛陀的前身 是居住在天宫里面 但是佛教不主张佛陀 来到人间 是任何神子的代表 即使在今天 某些宗教徒 为了争取佛陀 在他们势力之内 竟然主张佛陀曾经预言 另一位佛陀 将会在他灭道后500年 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而这位最后的佛陀 会变得更普及 他们指 另一个灭道后的宗教导师 是最后的佛陀 然而 我们必须感谢他们 他们给了同样的身份 给佛陀作为他们的教主 但是 我们感觉到 可能另有企图 吸取佛教为他们的信仰 他们祈求 介绍所谓的新佛 是一个觉悟者 必须要问清楚 这位新佛 是不是也有如 乔坛摩佛一样的 因缘条件 当然了 有不同的观点 有关两位教主的教义 无疑地 佛陀也说到 将会有其他的佛陀 出现在人间 但是 非常清楚的记载 未来的佛 将会出现在印度 是在未来无量劫后的时期